好,我們今次繼續講到尋求不同的策略,幫助不同的人 因為其實我們基督徒一生都會遇見很多不同的人 都有很多有不同的問題 這個的而且確是需要智慧的 怎樣能夠饒恕人、祝福人、不受的影響 能夠輔導他們、幫助他們 這個都是需要學習的 第一,我們需要學什麼呢? 是處理自己內心的情緒 幫助人的仇,不要被人氣,不要發怒 用柔和的心,因為人的怒氣不會成就神的義 以及回答柔和使怒消退 我們講柔和的說話的時候,是可以幫人的怒氣消除 譬如他發的怒氣 我們用柔和的說話,即是說 我都明白你在這個時候你會不開心的 我體諒你的,我感受到你的憂傷 他會覺得我們明白他 但如果說,你不用生氣,生氣什麼呢? 你經常都生氣,這樣他就會反彈 所以我們知道 即時問阿神,用什麼方法是柔和呢? 應該針言25章15節 恆常忍耐 一定是忍耐,因為他們都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需要忍耐才能夠勸動君王 或者任何的人 柔和的舌頭使能截斷骨頭 即是他幾硬都好 柔和呢 能夠截斷,即是讓他的心柔軟 那時候,我記得那個蘇...蘇玉雄 蘇玉雄,是的 因為他在網上分享,所以我們絕對可以分享 那他講到什麼呢? 他跟他爸爸,因為他爸爸真的有很大的破壞 對家庭有很大的傷害 因為他媽媽離世之後,他有時會發怒 他一發怒,他們都煮了這些菜,飯很多 一翻桌,全部都沒有吃 不理他們,而是發怒 但是蘇玉雄信了主之後,就對他柔和 但是始終也有一個距離 因為始終是以往的傷害 但是有一次,他們走去連銷市場 他就在心裏面... 這個意念,我覺得是神給他的 有一個意念 不如我過去勾著我爸爸的手 可能他的心都抗拒 即是可能,他沒有說這件事情 可能他的心都抗拒 有沒有搞錯,怎麼可以 但是他都最後死就死了 拉著他爸爸的手 這個動作是令到他爸爸很大的接納 接著以後的關係很多 即是有時一個小動作 是會令到人的心裏面 是覺得很舒服 所以這個就是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有耐心去幫助一些難於相處的人 難於幫助的人 那好了,怎樣能夠幫助那些有問題的人呢? 首先我們自己指著怒氣 不讓他們影響 不要心懷不平 不要因為他們 第二行,因那道路通達 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 他們是不好的,他們有很多問題 但是我們不要因為他的緣故 而心裏面的心懷不平 而怎樣改變人呢? 就是聆聽他 大家可以看 看那些關鍵就可以了 聆聽他,了解他的情況 接納他 我知道你也會不開心的 引導他明白他的狀況 現在你知道你是不開心的 那你想不想改變呢? 因為引導他想有什麼方法去改善 譬如他講出一些方法 但是可以不可以啊? 他說不行 或者可以,不過不夠好 那你想我提議一些方法 然後呢,都是把波交給他 就是讓他負責 你有什麼可以做啊? 譬如有些人經常找我們 他經常講來講他的問題 那我們就可以問他了 你上一次之後 你有沒有試過做任何事啊? 做了任何事有沒有幫助? 或者你做不做到啊? 這樣有動力去激勵他 就是說,你越親近神,神越喜歡 你越不親近神,一定是沒有力量的 你處理生命越有力量的 這些四點就是說 第一,神是愛我們,又掌管我們 掌管一切 第二呢,就是我們很寶貴神 很珍惜我們 第三,親近神,尊重神 一定蒙福 你的生命一定蒙福的 一定改善的 那這個不是理論 是真實的 其實很多人生命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因為他裡面不懂得處理 那第四呢就是 不處理生命有罪 一定有破壞性的 所有不好的都是有破壞性的 好了,那對於不同的人 有什麼策略呢? 現在我們講一種人呢 就是很喜歡講閒話 譬如有時候你上班啊 或者有些親戚啊 他經常講別人的閒話 我們作為基督徒 我們又知道 凡人所說的閒話 句句公出來 在馬太十二章三十六節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又告訴你們 凡人所說的閒話 當審判的日子 必要句句公出來 因為要憑你的話 定理為義 也要憑你的話 定理有罪 句句喔 即是說 我們想想 我們講過多少個人呢? 講過多少次呢? 是每一次每一句 句句都會公出來 還有呢? 在寶萊呢 有講到一件事 他說我們試圖 好像成了一台電影 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即是有一天 怎麼樣呢? 我們在神面前 就好像 我們在神面前 接著全世界圍著我們 全世界圍著我們 就看著我們的生命 看著我們的生命 如何呢? 以前講過什麼話 說他 女人真是壞 真是生氣到他死了 真是活該死了 說了很多話 句句公出來 我想我們聽的時候 哎呀 什麼這麼醜怪? 為什麼我當時會講這些話呢? 現在句句都要公出來 所以我們就說 神幫助我們 未講話之前想一想 這個人 他又沒有這個意識 但我們知道 原來講閒話 這個閒話 不只是講別人閒話 任何我們隨意說的說話 或者有意說的說話 都全部句句公出來 就要憑我的說話 定我們為意 即是神說 你說了很多祝福人的說話 你真是有愛心 你建立很多人 你幫助很多人 神就稱讚你 但是呢 如果神說 你說好像講閒話 多於講好話 你說傷害人的說話 多於講 建立人的說話 我們聽到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覺得 哇 神啊 我早知如此 我就悔不當初 我們現在知道 就不好了 知道其實 會破壞生命 因為會被魔鬼留地步 魔鬼就會攻擊我們的生命 以及我們生命 得不到神的祝福 所以 我們都可以去 去引導這個人 待會再講怎樣 引導 幫助講閒話的人 要留意些什麼 第一 別人講閒話 不要全都相信 不要被他們影響 因為人說的話 不一定是監獄的 譬如有時候 有人說 喂 什麼水話 你很壞 我們聽到 就很生氣 有時候人會加鹽加醋 譬如他說 哎呀 你真的什麼都不行 什麼沒有用 什麼不好 你知道那些人 其實每個人都不喜歡你的 可能有一個人不喜歡你 他就誇大 可能不喜歡你 那就是他自己 他誇大 其實人人都不喜歡你 這句話 我們不需要每一句都相信 尤其那些人說的 令到我們覺得自己很壞 好像沒有人接立 不要當正是真的 而我們相信一件事 人怎麼說 總之我聽神說 我處理生命 我們學習 我們處理我們的內心情緒 我們說的話 都是祝福人的 有說錯 求主赦免 也請祂如說我們 然後我們 還沒說之前 想一想 有時候想不到 怎麼做呢 讓我想一想 我先回答你 好嗎 有時候有些人 會問我們一件事 有時候我們會很快回答 譬如說 你幫我做這件事好不好 我們馬上說 好啊好啊 然後我來想想想 都說不行 所以我們想一想 不用馬上回答他 我先想一想 第一 不要太相信他 以及不要被他影響 就是說 其實人人人都不喜歡你 有些人就是這樣受傷害 原來我公司 人人都不喜歡我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不如我辭職 有些人就會這樣想 這就是信了他們 亦都不要參與他們的閒話 但有些人說 那就不入群 整群人都喜歡說閒話 一天都是說老闆 什麼不好 誰不好 我們好像很難投入到 這真是智慧 如果那群人整天都是說閒話 投入到都無謂 為什麼呢 因為一直犯罪 但是我們都盡量求神 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建立關係 我以前曾經是 因為建立教會 不是在香港的 想建立教會的時候 我就在醫院做院務 來支持我 在醫院做院務 其實很多人說的話 都不是那麼好聽的 有些說話不是那麼好聽的 那些說話 我真的不能夠參與 但是我就會想一些方法 有些什麼說話 我可以跟祂聊 或者關心祂的情況 關心祂的重擔 祂的工作 工作的困難 去令祂覺得我關心祂 不像祂說閒話 我以後不跟祂聊天了 而是我找一些方法 跟祂有什麼話題 這件事是 首先我們的心 需要屈服我在神面前 神啊 雖然祂在這麼多地方 我都不喜歡祂 祂說話 都不是那麼好聽的 不過我都處理我的內心 負面情緒 我就找一些方法 跟祂說一些 對祂聽的事情 建立關係 這就是基督徒的得性 能夠祝福人 第二 了解祂的生命 不針對祂 但接立祂 和尋求方法 去更新祂的生命 就是了解一下 為何祂經常說閒話 譬如祂這樣說 祂說 誰說不好 誰說不好 是祂生命有問題 為何祂生命有問題 因為祂經常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們可以這樣跟祂聊 譬如說 我都聽到你在做工的時候 有很多不開心 可能祂就會爆別人的不好 對,他們不好 然後他們不好 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方法 進入祂 不是進入那些人 即祂是說的 但我們不去進入那個人 因為那個人的事 不是我們處理的 有些情況之下 我們需要處理 譬如說 那個人做的事影響 我們就可以想想 如何處理這件事 處理和說閒話有什麼分別呢? 說閒話是為了娛樂來講的 為了踩下它而講的 就是一邊踩它 一邊說什麼不好 什麼不好 處理是我們怎樣想方法 好了,既然祂有這個問題 我們怎樣可以 將我們的意見給祂呢? 我們怎樣的方法可以處理呢? 其實是可以有方法 有智慧的 譬如說老闆什麼不好 不如我們想想 如何向老闆提議 好嗎? 向老闆提議也很小心 怎樣提議呢? 就不要說老闆 他們每個人都說你什麼什麼 這樣就不行了 但我們可以說 老闆 我留意這件事 可能這件事做 那些同事會做得更開心 那些公司更加有好的生意 我說這個提議給你聽 好不好? 用一個他的角度 即是老闆的角度 這件事會對公司有幫助 你想我告訴你呢? 那你接不接受你的選擇? 不要緊的 我只是提議而已 這樣說 是好很多的 有很多人覺得 沒有用的 說也是沒有用的 但如果我們用他的利益為先 可能他會聽的 那這也是一種智慧 其實這就是智慧 能夠跟什麼人說話 都是令到他覺得舒服 而且有幫助的 這個講閒話的人 為什麼他會這樣呢? 我們可以了解 似乎都有很多不開心的經歷 那他可能講過很多不開心 我們就盡量去找他的不開心的根源 去幫他找到他不開心的根源 那是什麼呢? 譬如說 我聽到你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都有很多不開心 那你想不想 去找一下方法 怎樣可以開心一點 這樣就去找出他其實有個不開心的根源 有時候有些人 我們可以這樣回應先的 首先怎樣回應呢?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你做得不開心 或者我知道你跟家人相處有些困難 先接受 我知道很辛苦的 接受 但是我們不去加強那個人的困難 那個人就是講閒話 對呀!那些人真是困難 那些人真是活該 那些人 什麼事發生就最好 那這些就 就是跟了他的 閒話的方式 我們就不是跟他說 而是說 他都給你很大傷害 那這是真的 很大傷害 我們又沒有說錯 我們又不是 談那個人 只是說給你傷害 那你受傷害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不想開心一點呢? 鬆一點點呢? 你想不想怎樣的方法 可以處理這些問題呢? 用這個方法 他可能會說 但是也都是這樣的 我們訓練人 有些人是願意處理生命的 有些人願意處理內心的 那麼我們聽就知道 有些人 你跟我說這些話 他就會不對聽的 是的 那些人這麼壞 總是去回那些人的 所以不會說 他永遠都不會說回他自己的問題 他只是說人的壞 那麼說來講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麼我們不是要選擇 幫助每一個人的 那這件事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意思 不是我們沒有愛心 而是有些人 他是難於改變 他難於改變是他的問題 他的問題 我不用一定要改變這個人的 我們可以善待他 希望他改變 不過他未必改變 就是不是一定會改變的 有些人我們很明顯看到他 他總是仇恨 總是很多憤怒 很多不好的事情 我們只能夠善待他 希望有一天他又和 能夠改變 但如果他不改變的時候 他又不在我身上 所以我們就會分辨 哪些人是願意改變 那些人我們就可以用多些努力 去幫助他 有些人總是不肯改變的 講來講去都是不好的事情 這樣的時候 我們可以選擇 不是用那麼多時間在他身上 但我們都善待他 希望有一天他會改變 也都當 譬如假設公司 公司有很多人 我們不會說 每個人都做同樣的朋友關係 所以有些人 他真的肯願意和我們建立關係 有時候 公司的人 就不一定要接受我們幫助 我們不一定要幫助 只是做好同事 大家開心 同事一起做工合作 大家愉快合作 這就是一個目的 這些人我們是更加可以令到他開心 一起工作的 那我太太工作 我覺得他有很多開心的地方 因為他周時帶些食物回來 那些有些同事 就特意做些食物給他吃 那他到時到後又送一些禮物給他們 那這個就是大家一種和諧的關係 就是做工也做得開心 那這個是一件 就是我們人都做 就是做人做得開心 做工作開心 回到教會開心 同神關係開心 自己開心 是不是最好 但是很多人就喜歡留下 那些不開心的東西 那有時候無法選擇 因為譬如家人是不開心的 但是我們都需要放手 家人不好 我們都不需要繼續擔住那個擔子 好了 接納他們 和尋求方法去更新他們的生命 這個更新未必 一下子就信耶穌 可能去哪些地方 可能去哪些地方 怎樣可以不給那些事情 那麽大影響 你想不想呢 想不想睡得好些 就是用這個方法 譬如說 那麽不開心 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這個關心他 那如果他 說什麽睡覺 我不說我的事 那你就知道這個人 不想說他的個人的事 那這個可以由他 但有些人就說 是的 我都很難睡覺的 那麽可以好些 那麽我們可以分享我們自己的經驗 那麽我們可以分享我們自己的經驗 那麽我們 我想我們每個人都曾經試過有睡得不好的時候 那麽我們怎樣幫自己睡得好呢 那麽 那麽神就給我一個提議方法 那麽睡得好些 那麽就是一個人放鬆 輕鬆 那麽不耐 sanction 那麽 billions 那麽不耐蚱 那麽共捕 那麽其他人 那麽就是神的 那麽故事 那麽不耐蚱 那麽口 那麽就是神的 那麽其他人 那麽故事 那麽 provider 你不开心,你又想越想越烦 要解决的事,解决不了,又是睡不了 所以上床是不要想东西 上床就是放松的人 专注在放松,专注在耶稣 就会睡得好些 你可以和他分享一下 我真的有改善 的确有时有些人很困难 因为身体痛,不舒服 所以睡觉睡得不好 这个都需要找个根源 亦都将那些重担、痛苦不要看得那么重 有时我们看得重就会严重一点 就会说,我一睡觉就会痛 越想着他就会快点痛 但我们就想着天堂多好 天堂就不痛 那个痛苦可能会减少 以及亲近神人就会轻松 有时真的有些人的病一直跟着他 但我们说,神啊,你帮我 情绪会减轻一点 轻松一点,会开心一点 也有若干人是有痛症的 找我 就发觉祈祷的痛楚真的减少了 就是亲近神的祈祷真的痛楚减少了 而后来他不懂得用这个方法 那个痛楚又加增了 所以我们就学保持 如何长期都享受神 轻松 总是轻松 经常都轻松的 譬如我们唱歌,你要学什么呢? 摸一个喉咙 喉咙要松了 鬆一點的眉頭,放鬆一點,不要緊的,不能死的 好了,求主幫助我們能夠輕輕鬆鬆,靠著耶穌得性 就可以引導他們了 當他們問我們,他們有問題,我怎樣回應 我們就可以用愛心尋求方法幫助他們 譬如說,那個人這麼壞,我怎麼辦 譬如假設這個是基督徒,他想找方法回應 或者不是基督徒,不過他也想方法處理 我們就用愛心尋求方法 一定是用愛心尋求方法 譬如有些人跟我說,我的兒女怎麼不聽話 都是很困難,很難搞的 在這個情況之下,越猛就越幫不了 但越輕鬆,反而越幫到,而且越關心,越輕鬆 有一個人就想我幫他的親戚處理一些事情 在這個過程中,這個人都很緊張 他緊張的時候,他幫助的人都有點緊張 但我跟他在幫助的人,跟他聊天的時候 從他的角度去幫助他,我發覺他輕鬆了 原來他用愛心幫助人,他會輕鬆了 他就說出,我的親戚和我幫助這些問題的時候 他都很擔心,很激氣,所以就影響了他們 所以我們都學習了 神啊幫助我們幫助人的時候 有一個輕鬆的方法 求神給我們智慧聰明 怎樣進入他裡面 什麼叫進入他裡面呢 他有任何好的地方,我們就稱讚他 他有任何困難,我們就承認那些困難是難搞的 他有任何要處理的事情 我們就跟他一起去面對 面對不是一定要找方法解決的 不是一定說 有時有些人會這樣 聽到有病,我告訴你 吃什麼好 有時有些人未必喜歡聽過 因為我已經聽過很多人 每個人都跟他說 吃什麼吃什麼 會搞定的 但是他聽過很多 所以有時我們未必去提議 我們可以跟他說 我有個提議上去聽 但是我們關心他 跟他一起面對他的困難 你現在這陣子怎樣 你用了那些藥有沒有改善 有沒有困難 也都可以說 我願意跟你一起祈禱 讓你的心比較鬆 這些方法 都是用一些關心他 用他的角度去想 去幫助他 就不是批判他們 就是說有講閒話的人 本身我們就盡量進入他的裡面 他有什麼需要 他說那些人很壞 我們也可以想一下 怎樣的方法 對那些人善待那些人 以至跟關係更加好 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就是說我們周圍的人 都找方法 跟他們用愛心建立關係 這件事是難的 我承認是難的 為什麼難呢 我們的心覺得他很壞 這個人有很多問題 很多問題 我很難接受他 所以在我們裡面 卡住這個位置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心放鬆這件事 就是說 他的問題 我放鬆 我善待他 神就喜悅了 好了 接著第四點 如果教會有講閒話的問題 我們就需要處理 譬如有一個人說教會有什麼問題 譬如另一個教友 或者說牧師有問題 這樣的時候 我們都去問他了解 是什麼問題 這個問題可不可以處理 我也想跟大家說 如果你發覺牧師有什麼問題 我有什麼問題 你放心告訴我 就行 有些人說不行 告訴牧師 不行 他會生氣我 我想告訴你 我是會聽你的意見 我真的會聽 你告訴我 我會盡力去改 盡力去處理 這個是我的心態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心態 任何一件事 如果教會裡面有問題的時候 第一就是我們找出原因 譬如那些人說 哪些不好 哪些不好 我們都聆聽他 我們都關心他 接受他 會有這個問題 不過我們想想 如何解決 這個人有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去找方法 處理呢 我們接立他的時候 接立他的問題 但我們不是加強 不是加強他的行話 為什麼叫加強呢 是的 教會有很多問題 這個教會 那些人很壞 那些人不好 所以你有問題 真的很難解決 這些就是不好的方法 我們用一個解決的方向 怎樣方法可以解決呢 令到教會更加有愛心呢 令到教會呢 能夠處理到這些問題呢 那這個呢 就是自慰了 就是將他的行話 轉為行動 行話轉為行動 而不是繼續行話 那求主幫助我們 那其實 說行話的人 其實可能他一生之久 都有這個習慣 我們知道他可能 裡面有很多不開心 也有時可能 他一生都是 看著人的問題 從小到大 家庭不好 同事不好 配偶不好 配偶不好 子女不好 就是他一生都是很苦悶的 其實人人都有過 我們每個人都有過 每個人都有些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特別苦悶呢 因為他沒有想到方法 怎樣處理 怎樣方法去修補關係 以及怎樣方法 不讓對方影響 就算對方真的不好 怎樣不讓他影響 在我們認識的人中 一定有好人 有不好的人 一定有的 問題就是 他不好 我怎樣不讓他影響 依然我全心平安起落 不讓別人影響 這是一個我們需要學習的事 讓我們 雖然有不好的人在我們周圍 但我們用愛心軟化他們 改變他們 這就是智慧聰明 待會在分組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討論一下 有這樣的人 我們怎樣處理 怎樣有智慧處理 一些難搞的人 另外有一些長棄 嘩疏負面的人 總是講許多次 總是團團轉 菊花園 說來說去 都可以講回同樣的事 都是很負面的 有滿意的 有滿意的 這個世界的人,正面的人很少 有沒有人走來告訴你 哇,真是好,感謝主 哇,很多恩典,很多祝福 神很愛你 因為,哎呀,很慘 哎呀,很辛苦 很不開心 好像人的對話是負面多一些 我們都求主幫助我們多一些正面的說話 那你說,不是 真的,人生有很多困難 但是我們可以怎樣在困難中學習得力 困難中學習,倚靠神 處理生命,讓我們在困難中能夠起落 這個就是,怎樣基督徒能夠起落 以及數算神的恩典 而我一感謝神,數算神的恩典 神就歡喜了,我就可以開心了 於是選擇開心 我希望大家經常記實這件事 就是,我一親近神,我一遵從神 我一服侍神,祝福人 一杯涼水,神都紀念 所以我就可以開心了 那我自己經常都提醒自己 我可以開心的 我真的選擇開心 那我都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選擇開心,讓裡面的負面 清理出來 好了,那些人長氣和負面 那有什麼經文有幫助呢 那我們當然不是即時教他 不過我們知道聖經有這麼說的 真言十章十九節一起讀 多言多語,難免有過 禁止泄信,是有智慧 多話說,難免會說錯話 很容易會得罪人,很容易會說一些傷害人的說話 有時人都沒有想到 沒有想到 搞錯我這種說話都受傷害 我們應該用一種最柔和的方法去想 這句說話 如果別人對我們來說 有時我們覺得這樣 譬如說,你這麼慢 他真的很慢 但譬如有一個人跟我們說 你這麼慢 你會不會覺得很舒服、很開心 有人告訴我,我很慢,我要改善 沒有人會的 即使很少的事 你怎麼走得這麼慢 雖然兩個人一起走 你怎麼走得這麼慢 這件事是很少的 不過那個人也是說 跟你走,你總是走得這麼快 又說我走得慢 總是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說話 我要考慮一下 我講這句說話 目的是什麼 如果你想去改善 走快一點 那你可以不用這個方法 你用其他方法 就不要說他什麼這麼慢 總之煩一個理字就不行 什麼理這麼慢 即加一個理字 譬如你真的趕時間 我們要快一點 我們要趕時間 你可以這樣說 就不是針對他 當一個人加一個理字 就是針對人 什麼你這樣說話 什麼你這麼蠢 什麼你這麼蠢 什麼你這樣也想不到 什麼你學來學去也學不到 那時候 一句有個理字 就不行 除非是稱讚他 如果不是不行 所以有時候 有些事情 我們想人改 尤其想人改 一定是容易引起他反感 所以我們就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怎樣有一個智慧的心 可能先接立 然後先去改變他 那有些人是不能夠接受改變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 去有這個智慧 怎樣跟他相處 而禁止涉唇是有智慧 有時候好事 要說了 說到出口 不過想想 還是不要說了 那就 就收了 總之 那件事 不會達到我們想的目的 只要有破壞性 我們就不要說了 那多言和嘗嘗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有些人這麼嘗嘗 第一 因為他心裡很多老老 和苦毒 很想和別人聊天 他裡面全部都是蟲 哇 這個人什麼壞 以前什麼對我 哎呀他害得我很慘 我什麼都沒有了 哎呀真的很慘很慘 有時候有些人就是這樣 因為他總是數算不好的東西 那他裝滿了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我也問了大家 你是不是裝滿了很多這些人 對你不好的東西 積存著 怎樣化解呀 還有數一下神有什麼好處 神對我們做了什麼好東西 數算一下 人家對我們有什麼好處 其實那些對我們不好的人 也有些好東西的 他可能 譬如我講家人 他可能有些什麼不好 不過他都和你煮飯 有照顧你 有幫你 有做了很多好的東西 那我們都想起他做的好東西 那你說是呀他又煮飯 不過他又罵我呢 他又弄了我好激氣呢 那我們就求神給我們 我們欣賞他的心 我們都 起碼他真的有對我們好 那我想說 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人 是真的害人害得很慘的 有時候有些人的經歷 由小到大被人害 由小到大被人侵犯 是很淒涼的情況 那可能你說 那如果我是那個人 那又怎樣 由小到大被人侵犯 被人害 但是我們可以數算 今天你可以得釋放 今天可以得醫治 總是找神的恩典 其實神看到世人 他覺得很慘 那些世人很慘 每個人 自己租了自己 又被人租了自己 很多人做人做得很慘 神做人是想人享受的 不過人類犯罪之後 就不能夠享受了 所以當我們明白 原來人很多煩惱 我們接受他 我們都處理自己的垃圾 讓我們心裡 藏多些開心的東西 好了 我問問這裡 有多少位呢 你是會特意把好東西放在心中 請你舉手 有多少個會特意 特意把好東西放在心中 有多少個會 OK 有幾個 我希望我們開始 數一下有什麼好東西 有多少個會特意清理垃圾 你明明是有些意念 那些人真是壞的 但你特意會清理 有幾個會是這樣的 哇 感謝主 也有頗多 希望大家繼續這樣做 其實兩樣 吃多些神的好東西 和人的好東西 我們都接受 和欣賞和多謝 而不好的東西 就刻意清理了 OK 好了 第二個原因 為何那些人這麼詳細呢 因為他以為多說幾次 能夠改變人 和達到目的 一次不聽就兩次 三次四次 我都認識有些人 他真的是這個習慣 真的說完一次 為何又再說一次呢 我已經聽到 又第三次了 第四次了 我又分辨這個人 能夠跟他說 有些人真的肯接受 我就跟他說 他也聽到 多謝你提醒我 我也是用柔和的心 柔和的語言跟他說 但有些人 真的很難跟他溝通 他總是重複說 我們又想想自己 為何重複說 為何 因為覺得對方不聽 所以我們再說幾次 但其實 越說 反感越大 可以怎樣做呢 可以問問他 你覺得怎樣呢 譬如說一件事 我有個意見 你覺得怎樣 你覺得行不行通 你覺得有沒有幫助 問問他 就讓他回答 但有些人不是的 我想改變他 我就重複說 其實問一下對方 是一個好的方法 有些人說 他不說 他不說 其實他聽到你說 那就可以了 你說了就算了 說一次就算了 第三 有些人是不知道 場戲會令人厭煩 和有反效果的 我真的認識有些人 他真的說話 每一次都是負面 每一次都是場戲 並且如果我不出聲 折折他 是可以說幾個字 做半個小時 真的一直說下去 真的不用 我不用停 我不用說話 他會一直自動說下去 我都 根據那個人的情況 都會告訴他 我們說回第一件事好不好 他真的通常說話 第一件、第二件、第三件 我們說回第一件好不好 我們想想怎樣處理好不好 因為很多時候他不知道 第四 你現在說為什麼他會這樣 不明白給人空間和回應的機會 溝通會更加好 即是給人空間怎樣 說完一個要點 就停一停 等對方回答 或者問一下他 給他有機會回應 溝通更加好 所以我們學說話 就是說說 停一停 看看他怎樣反應 問一問他 這樣溝通會更加好的 那些人為什麼會這樣嘗嘗嘗嘗 因為他把責任推到人身上 就會多埋怨 他不好他不好 所以他經常都會埋怨 我們就問問自己 我是不是嘗嘗負面的人 我們就求主幫助我們 去處理這些原因 好了 我們幫助那些嘗嘗負面的人 要留意些什麼呢 第一 他總是這麼嘗嘗負面 我怎樣不給他影響 有時你聽到那些人 真的很懶惰 真的很不耐煩 這個人這麼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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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真的想說 你講了很多次 你講來講去 但我們就說 神不要給他影響 有平靜的心引導他 你可以說 很簡單地說 我聽到我聽到 不如我們想想怎樣做 說一句我聽到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辛苦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們已經可以 他聽到我們說 知道 通常就會知道 他就會停止 那我怎樣處理我的情緒 我給他影響 我怎樣處理 就是 他的問題 我不用背著 我不用不開心 我不用擔心 我不用擔心 我可以開心 可以平安 好了 第二個問題 為何他這麼嘗嘗和負面 我有責任嗎 什麼意思呢 譬如有時兩夫妻相處 對方總是長氣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沒有做他想做的事 我們跟他對抗 我們沒有告訴他 我聽到 於是他就長氣沉氣 所以我們就去問一下 我們有沒有責任 可能有其他原因令他啰嗦 長氣的 因為他可能有很多制遇不好的事 那我們就去回他的制遇 譬如他家人對他不好 我們就去回他的困難 我都聽到你家人對你不好 所以你就有很多不開心 真的令他不開心 就讓他講他們不開心 但他講了不開心 他一直說下去 哎呀又這樣那樣 很生氣 很生氣 他一直說下去 我們都不想他不斷說他怎樣生氣 而是我們說 我都聽到你很辛苦 你想不想開心些 就是轉移他的心去行動 可以有什麼行動 就不是教他 不是教他 教他不適合聽的 你說你不要這麼長氣了 不要這麼臭氣 不要這麼想人 那他不適合聽的 但是你想不想能夠開心些 平安些 去引導他 那我自己有沒有責任 我有沒有做一些令他不開心的事 第三 我怎樣回應他 他就會沒有那麼啰嗦呢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 我聽到 我知道你不開心 我知道這件事令你煩惱 我聽到的 我們不如想想 怎樣可以開心些 好不好 第四 我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他知道 我聽到呢 其中一個方法 就是我聽到 第二個方法就是 說回他講過的事 簡單 譬如他說 那些人不好 我聽到你說那些人不好 我聽到的 我們不如想想怎樣做 這個就是 告訴他 我聽到什麼 第五 第五 我用什麼方法幫助他 聖過哭嗦的習慣 或者我只能夠接受他 是這樣的 有些人 是一輩子都會哭嗦的 一輩子都會負面的 希望他會被耶穌改變 不過 就算有些人信耶穌 都是這麼長氣 這麼哭嗦 也有很多基督徒 都很長氣哭嗦 都是很負面的 這是有什麼方法 求主幫助我們 有智慧 始終的方法都一樣 都是接納他的痛苦 在祈禱中幫他得釋放 輕鬆 那些人的不好 在祈禱中可以放手 可以一個人輕散一點 靠著耶穌放下一些重淡 又唱一些輕鬆的詩歌 幫他唱一些輕鬆的詩歌 然後就跟他聊天 就問一下他 這些事情令你不開心 你想不想開心 就引導他 你覺得你現在的狀況是怎樣 有沒有影響你睡覺 有沒有影響你吃東西 健康 你想不想開心一點 你有沒有試過什麼方法 那些方法是否行通 你想我給你一些提議 你又覺得能不能行通 這些不同的方法 引導他 有這個心去改變 也可以這樣問他 有些人肯聽的話 你覺得你這樣說話的方式 對方聽到會怎樣呢 其中有一個媽媽 她就兩次叫我去幫她的兒子 其中一次 我都不記得 這是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她就叫我下來 在我家裡下來 然後我才知道 原來她還沒叫她的兒子 我下來後她就打給她兒子 兒子 牧師來見你 你快點來 我便聽不到對方說什麼 不過接著我便聽到她 牧師來了 你怎麼可以不來 牧師要幫你 你也不肯 接著我收線 我便知道他的兒子拒絕 我便問他 我便問他 你有沒有預先問你的兒子 他說沒有 你有沒有留意 你剛才說話的語氣 他說有 你覺得你的兒子聽完會覺得怎樣 我想他還是會不喜歡 這樣 你能否改變到你的兒子 改變不到 那怎樣的方法呢 的確很難搞 那個兒子又不肯讀書 又不肯做工 整天鎖自己的房間 一事無成 很不開心 跟世界隔絕 是很困難 但是越是這樣 越是不肯聽話 越是不肯改變 那這個需要有智慧的 就是由 凡這些人 需要進入他的生命 某一部分 就是他喜歡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我們不喜歡的 譬如他喜歡打機 我們真的不喜歡打機 不過可以問他 你為什麼這麼喜歡打機 你打機的時候有什麼 開心 興奮 讓他講一下 然後我們會聽 不代表我贊成他打機 不過我知道 原來你這麼開心 原來這樣打到 就很開心 那我知道 他覺得我們會看他打機 我不是試試看他打機 他也不是鼓勵他繼續打機 不過我看他打機 他覺得 原來我們不是完全拒絕他 那他可能會有時候 聽聽我們說話 原來進入某一個人生命 他喜歡什麼 他有什麼喜好 有什麼體重 我們就試試進入那些東西 就有可能可以幫到他 好了 我們今次就講了兩種人 第一種就是講閒話 第二種就是 就是長氣、囉嗦、負面的人 我們就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在小組的時候 分享 如何去幫助這些人 或者我們自己 積存很多不開心的事情 我們如何去處理 即是先幫助我們自己 如何不要講閒話 如何不要長氣 如何不要負面 以及如何幫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如果當中有人是有情緒的 很想對方幫助 我們就嘗試用這些方法去引導他 我們一起起來祈禱 親愛的天父 我們多謝你 多謝你讚美你神 你看到世人真的有很多問題 每一個人有不同款的問題 求主賜給我們聰明智慧 如何去幫助這些人 幫助他們 能夠得到神理的平安喜樂 得到釋放 求主賜給我們耐心 因為幫助這些人 都不容易 因為他們裡面的問題 實在太長了 那個習慣太過牢固 在他們心裏面 所以他們習慣講閒話 習慣囉嗦、嘗氣、負面 求主施恩憐憫 賜給我們耐心和聰明智慧 去幫助這些人 亦都幫助我們本身 處理好耐心的情緒 負面的事情 清理垃圾 同神得力 能夠時時都開開心心 平平安安 滿有神的力量 滿有神的喜樂 滿有神的動力 讓我們做人做得開心 能夠祝福人 享受生命 求主幫我們享受生命 我們都反思一下 在這一陣子 我給大家少許時間 反思一下 我們的生命是甚麼生命呢? 我們有甚麼需要改變呢? 有甚麼需要清理呢? 我給大家一陣子 安靜的時間 大家反思一下 求主幫我們想一想 我們有甚麼方法處理這些問題 求主幫我們想一想 或是我們覺得很難呢? 求主幫我們去想一想 我們試過甚麼方法 行得通呢?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有全備的智慧 你有完美的智慧 超乎人的智慧 能夠在任何環境之中 用愛來克服困難 用愛來改變人 求主私恩祝福我們 加力給我們 讓我們首先清理裡面的垃圾 然後幫助別人 幫助我們 不要被這些負面的影響 而是經常想著 有耶穌萬事足 神會祝福愛你的人 我們愛你 神一定祝福 一定加力給我們 多謝天父 在神裡面 我們有盼望有力量 多謝天父 從來自拍攝 你會看到 你的靈魂 有發生的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